前段时间,你一定被这样一首英文歌魔性洗脑,很认真听完之后,发现原来这是一首如此好听的英文歌,他的歌名介绍一下, 一首被初中生唱过的英文歌,是由奥利莫尔斯演唱,做词作曲的一首歌曲,出自2016年发行的专辑24HRS,那么多人都喜欢的一首歌,那么我们就来说说那些评论背后的故事,仅这首单曲在网易云音乐的评论,就多达16万家,那么这么多故事和感触里, 是不是你也有关于你的那个女孩的故事,也有可能你只是像过客一样,并没有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,风来了又走了,都也魁无数,曾经拥有的东西失去了,并不代表就会回到原来,没有那种东西的时候,这就像很多人喜欢这首歌一样,歌词让我喜欢唱这首歌正如我的故事, 那些故事,那个女孩,那样的距离,那一个在另一边的城市,也许是你说你需要攻击,让她离开,这样她就真的走了,没有回头,只是偶尔回想起那些温存,她说,两杯拿铁,怀中的时光,你说,两瓶二锅头,再爱也回不去了, 其实这一切好像并没有什么错,错的只是你在错的时间,遇到了想要照顾一生的人,而你选择了放手,以为一切都会好,说不知,时光难以倒流,再也回不到过去,然后,你懊恼,你后悔,你用你后面所有的时光来回想那些过往,但是,一直都不敢提起过往,勇敢向前, 你错怪自己,把以为干成了全部,到最后,那些以为并没有发生,空流哀叹,有人说,遇见和错过都绝不是意外,一定是有人有意为之,想想还真的是这样,有意为之,独自走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,连一个陌生来电,都会心跳加速的时期,最终变成,连看到与她背影相似的人,再也不会紧张,最后还是到了遇见什么,都心如止水的现在。